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就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欣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刚刚和大家分享完梅欣叔他六个一些长篇乐曲的唱片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他在TVB配过音,配过什么剧集和角色 1979年,那部剧叫《小英的故事》 梅欣配《笔茶》,这部《笔茶》就是这部剧的主角 1979年,有一部剧叫《神威赛车手》 这部卡通,刚才《小英的故事》也是卡通 梅欣配《香蕉豪一郎》,也是主角 然后到1980年,有三部卡通片都是梅欣配的 首先是《高立的未来世界》,梅欣配《亚敏》这个角色 是主角 然后另一部是《花仙子鲁鲁鲁》,梅欣配《老波》 也是主角 然后另一部是《太空战士》,梅欣配《太空母艦》的厨师 然后是1982年,这部卡通片相当出名 是人都看过的,如果有这么多年纪 就是《IQ博士》,在《IQ博士》里面 梅欣配《早晨肥猪》,然后到1983年 首先有一套《忍者小灵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每集集都有看 梅欣配《三叶健太郎》,即是健仔的爸爸 然后有一套《Heeman》,梅欣配《渣仔》,这是主角 然后一套《宇宙大帝》,梅欣配《丸野》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千年女王》,也是很出名的卡通片 在《千年女王》,梅欣配《与心先生》 然后另一套《老波子》,梅欣配《雪野风脸》 到1984年,有一套卡通叫《未来警察》,梅欣配《拳藤处长》,也是主角 然后1985年,《路思小姑娘》,梅欣配《白大威先生》 然后1986年,《变形金刚》,这套也是很多人看的剧集 然后1985年,梅欣配《力哲》,也是主角 然后1987年,有一套卡通片叫《天威勇士》 梅欣配《迪彪撒旦2号》,然后1988年的《甜甜小公主》 梅欣配《成主》这个角色,然后1989年,《双序一刻》 这套卡通片,我也看过 梅欣配《麦一朗》,这是一只狗来的 1990年,《圣斗士星矢》,这套也是很出名的 《圣斗士星矢》,梅欣也经常看的 梅欣配《深海三怪水母》 然后1991年,《小肥肥一族》,梅欣配《希母叔叔》 《圣斗士星矢》,也是主角 1993年,《高智能方程式》,梅欣配《联合车队》的维修员 然后1993年,另外还有一个《妈妈是小学》 《四年生》,梅欣配《两个角色》,分别是《新闻报道员》和《警长》 此外是剧场版动漫电影,1986年 有套动漫电影叫《忍者小灵精正义之展》 梅欣配《三叶健太郎》和《小燕子》的《父亲》 另外还有一套动漫电影叫《小鱼仙》 梅欣配《吉母》这个角色 除了卡通片,也和一些日剧配音 1972年,有一套《佳偶天省》 梅欣配《施先生》,这是重要角色 在电影里做《施先生》的日本演员,就是柴田耕作 然后就是一套相当之出名的日剧《二人世界》 梅欣配《黄武志》,也是一个重要角色 《黄武志》在剧中由《公道武志》负责演出 然后1972年,还有一套非常好看的剧集 就是《游道龙虎榜》 《游道龙虎榜》里面,梅欣配《八田》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1977年 1977年,有一套日剧叫《景犬阿卡》 梅欣配《阿卡》,即是《景犬》 1985年,这套相当之出名的日剧《阿信的故事》 梅欣在《阿信的故事》里面配《中年》的《奇田神则》 除了配日剧之外,梅欣也配过《台剧》 1977年,梁有金玉蒙 梅欣配《龙虎多》,这个《龙虎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另外,梅欣也配过一些欧美的剧集 首先就是1968年 梅欣在这套里面相当之精彩 《爱灯士家庭》 梅欣在《爱灯士家庭》里面配《肥达叔叔》 另外还有一套《天罗地网》 梅欣配《利法兰》,也是主角 然后是1969年的《班尼沙》 也是很多人喜欢看的 梅欣配《河诗》 省内莫诗的职劇主以及《家庭》 是负责演出的演员邓布洛 然后是一套《栈莎·汗》 在《霍莎·昂》 来到1970年,这套也个厉害了 《青丰盒》 《青丰盒》,梅欣配《家藤》这个角色 负责演出《家藤》这个角色,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李小龙 李小龙在这部剧中做《清风》做《家藤》 而配音的就是梅恩 1974年,西域洪峰 西域洪峰里面,梅恩配这个角色叫做扎叔 然后到1977年,这部剧集叫做《独行干探》 《独行干探》里面,梅恩负责配黑鬼超的角色 负责演出的演员叫做《米高·罗拔》 另外,他也曾经看一套电影配音,就是1993年的《蝙蝠俠》 梅恩负责配《阿法》,演出的演员就是《米高·罗拔》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分享完畢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另一个演员或者艺人的演艺人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看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